欢迎收看普通话新闻 我是孙乔飞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东区医院一名年长男病人 原本病毒检测阴性 入住普通病房后 化验呈阳性 洪看及土瓜湾街市出现感染群组 今天起关闭两天 有专科医生建议 扩大失街市筛检范围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仓库爆炸 至少100人死亡 超过4000人受伤 各位 再多一名新冠肺炎确诊长者离世 累计43宗死亡个案 消息指今天新增85宗新冠肺炎确诊 而东区医院一名年长男病人 原本病毒检测阴性 入住普通病房后 化验呈阳性 据了解 该名男子因病到东区院求医 曾经入住监察病房 等候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结果呈阴性后 转到内科病房留医 数天后他的情况转差 另一次检测对病毒呈阳性 目前在身切治疗部留医 当局初步翻查 发现该病人在监察病房期间 同病格一名病人之后确诊 正调查两者是否有关 洪看及土瓜湾街市 接连有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共涉及至少六个余当当犯 两个街市今天起关闭两天 有专科医生建议 扩大施街市筛检范围 洪看街市外贴出告示 指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急增 要暂停营业 彻底清洁和消毒 土瓜湾街市外 附近的菜档和肉档继续营业 人游茫茫都怕 卖菜啊 仪都没什么吃仪 现在卖不到漂亮的菜 那些海鲜那些 没办法 最重要是安全 我现在偷其在旁边买得脆的 我肉那些都不敢买 多数都是在这里附近买 不会入街市的 一入街市就怕传言的嘛 都知道他有感染的嘛 那就会不敢上去咯 至于在其他街市 早前有确诊者到访过的旺角花园街街市 当主旨有做足防疫措施 有专科医生建议 扩大石阶市筛检范围 鱼档附近的所有的工友 做了先 在那里面那个范围去到多少 如果有需要的话 其实可能他是要再抗到全街市 比较严重的时候 你都不排除 譬如说你全街市都做 在这样的情形里面 通常你就是说 看做完结果 而决定街市需要封闭几天 如果你有一个大型爆发 而你不能够换了那些 所有紧密接触者的员工 就是说换了整批人进去 那你可能是被逼要封闭14天 他又建议市民购买食材时 要注意首部清洁 无新日记者齐东坡报道 中大医学院研究发现 大约两成新冠肺炎患者肝脏受损 研究团队1月底至5月初 分析超过1000名 本港新冠肺炎患者的数据 发现两成三人肝脏受损 当中大约七成患者 曾经留医身切治疗部 要仪器辅助呼吸 也有人病逝 病情恶化风险 是没有肝脏受损的患者八倍 研究团队指 正在接受不同药物治疗的严重患者 有机会因为全身性发炎 或出现不良药物反应 引致肝脏受损 建议医护人员每周 为患者检测肝脏两次 及早发现病情有否恶化 在港德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 先前队员 再到华大基因化验所 国家未见为止 先前队正了解检测机构运作 日后会应特区政府提出的要求 提供协助 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 七名先前队人员 早上乘专车 再到大部工业村的 华大基因化验所 他们昨天已经到过 包括华大在内的 三间内地在港设立的检测机构 国家卫检委表示 先前人员正了解 这些机构的运作情况 后续香港特区政府 提出明确的检测的需求 支援的需求以后 那么我们会快速的 全力以赴的提供 相应的支持和帮助 包括香港提出来 要建设方舱医院和临时医院 那么中央政府会从 专家技术层面 物资层面 以及施工建设层面 都会按照香港特区政府的需求 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帮助 整支检测支援队 共大约60人 其他人何时来港呢 在内地负责协调的 广东省卫健委交流处表示 仍在准备 要等国家整体安排 另外消息指 特区政府倾向扩大检测群组 除了零售业 包括纪律部队及医护人员 正研究在 启德邮轮码头附近 一幅地皮 改为临时医院 深圳昨天 新增一宗由香港输入的新冠肺炎 无症状感染病例 目前由香港入境深圳 需要提交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政府专家顾问许舒昌相信 患者可能在留样本后才感染 或者留样本的方法不准确 导致出现假阴性 深圳新增的境外输入个案 患者是37岁香港女子 经深圳湾入境深圳 入境后被集中隔离 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 之后被送到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 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由上月中起 从香港入境深圳时 需持有香港特区政府认可机构 发出的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并接受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中大呼吸学系讲座教授许舒昌表示 有可能患者是在收集样本后 72小时内受感染 另一个可能是本地检测机构 大部分是收集生蚝唾液样本 如果收集方法不对 准确度会紧低 最好就是早上起床 将积聚了在鼻咽的分泌物 轻轻向后索 索到喉咙丁然后就吐出来 它里面就因为有些鼻咽的分泌物 连口水这样吐出来 它找病毒准确度都高 至于香港是否需要改变收集样本方法 以提升准确度 许舒昌认为 如果采用内地方法 用棉花棒从喉咙收集样本 准确度虽然比较高 但需要大量人手 目前香港需要收集大量样本 生活拖曳样本仍比较方便 但要适免配合 用准确方法留样本 无线电视记者雨静报道 内地昨天新增27宗新冠肺炎病例 22宗本土病例 全部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市 辽宁大连市两个星期以来 首次没有新增本土病例 工信部表示仍要提升检测能力 应付疫情可能再爆发 工信部表示 目前境外疫情持续蔓延 内地个别地区聚集性疫情时有发生 加上秋冬季节即将来临 病毒流行风险加大 有需要加强检测能力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形式 依然凝聚 按照宁可备而不幼 不可用时不备的原则 把保持和提升核转检测能力 作为当前的重大政府 当局表示将会推进检测能力建设 加强培训人员 加快快速检测产品研发进度 及试剂和设备的性能 确保秋冬季节前 全国三级综合医院 传染病医院等都具备检测能力 希望在疫情爆发初期 能快速调度 尽快完成检测 工信部幼稚 当局扩大检测试剂和设备生产 持续提升检测能力 基本满足目前内地的防疫需要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仓库猛烈爆炸 当地红十字会称最少1000人死亡 超过4000人受伤 内政部长指 爆炸是长期储存在仓库内 超过2700吨的化学品引起 总统宣布全国哀倒三天 引发的冲击波 附近街道几乎被夷为平地 满目疮痍 车辆翻侧变形 有民居整个露台倒塌 几公里外的门窗也被破坏 不少人被碎片割伤 消防及市民协助救援 事发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地区 当地周二约傍晚6点 区内的仓库爆炸起火 火势持续数小时 人未扑析 军方出动直升机救火 德国地质科学研究中心指 爆炸威力相当于3.5级地震 远至距离超过200公里的 塞浦路斯都感受到 由于伤者太多 贝鲁特医院爆满 部分伤者要送到其他城市治疗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发声明 只停靠在港口的一艘舰支 也因爆炸受损 多名维和人员受伤 部分伤势严重 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指 有报告指爆炸释出有毒气体 呼吁民众留在室内 列政部长法赫米指 爆炸可能由2014年开始 储存在港口仓库内 2750吨的化学品硝酸氨引起 总统奥恩召开最高防卫委员会会议 批评化学品储存6年 缺乏安全措施 不能接受 宣布周三起全国哀悼三天 委员会建议全市实施 为期两周的紧急状态 事发后 全球多国不分你我 向黎巴嫩伸出援手 包括美国 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 甚至跟黎巴嫩不时爆发冲突的以色列 也表示愿意提供医疗援助 无新人士记者齐东博报导 稍后我们会报导 当局最新公布多85人确诊新冠肺炎 本地个案82宗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下周访问台湾 是台美断交以来访台的最高级美国官员 政府举行记者会交代本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最新情况 一起来看一下现场 那么刚才交代了本港新增85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本地个案82宗 输入个案就有3宗 Star Global再有6人确诊 来自台湾的人曾经违反检疫令 正追踪他去过的地方 有机会本地感染 那么记者会的情况先看到这里 去年6月大批人包围警察总部 三名前香港众志成员被控山火他人 参加未经批准积极等罪 案件押后至11月 早前承认控罪的周婷 和否认控罪的黄之锋林朗燕 到西九龙裁判法院音讯 控方指传照的证人简至17人 仍有文件要整理 希望押后聆讯 主任裁判官罗德权将案件 押后至11月23号 周婷的求情和判刑 也会在同案完成审讯后 预料12月初处理 三人获准继续保释 案发在去年6月21号 一批人包围湾仔警察总部 三人被控一项 身或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 黄之锋和周婷另外被控 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黄之锋在设计一项 组织未经批准集结 首宗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 被告申请人身保护令和保释 高等法院押后至本月20号再处理 23岁被告唐英杰 上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时 申请保释被拒 之后向高等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 和再申请保释 律政司要求将两项申请合并处理 特首指定负责处理 国家安全案件的原宋法庭法官周家明 决定押后至20号再讯 控罪职被告7月1号驾驶电单车 在湾仔冲向警方防线 电单车上的杯囊插着携油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 并导致三名警员严重受伤 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 以及恐怖活动罪 水警及海关星期一晚的联合行动 在大宇山北面一带 减货约值超过1800万元的走私物品 包括109箱走私物品 包括鱼翅花椒燕窝 桂架烈酒以及消费品 本次减货的物品种类繁多 相信是因应疫情 内地需求增加有关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指 中方不想见到中美紧张关系 进一步升级 又称没有证据显示 中国影片分享平台 抖音海外版TikTok 和北京政府分享用户信息 中美两国关系紧张 近期进一步加剧 互相关闭对方的总领事馆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透过事项出席美国一个安全论坛时 称中方不希望双方关系再恶化下去 崔天凯称新冷战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应该合作而不是对抗 不过崔天凯批评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活动 加剧潜在对抗风险 崔天凯又反驳 美方对中国影片分享平台抖音海外版TikTok的指控 称无证据显示TikTok和北京分享用户信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强制TikTok下月中前卖盘 他再重申 华府要在交易中分一杯羹 有意洽购TikTok的微软创卖人盖茨称 会确保美国数据安全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将到台湾访问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有任何官方互动 美国卫生部公布阿扎尔将在下周访台 代表总统特朗普与台湾卫生官员及医疗专家会面 预计将讨论到新冠肺炎防疫等议题 阿扎尔形容这一次访台 可以深化两地公共卫生合作 并赞扬台湾在抗疫方面 一直是全球卫生领域透明合作的典范 台湾的外交部门发声明 指阿扎尔访台期间将与蔡英文总统会面 有肯定阿扎尔上任后 大力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及相关活动 阿扎尔将是1979年台美断交后 访台的最高级美国官员 台府2000年及2014年时 也曾经分别派出部长及官员访台 新闻报道完再会